现在应该台湾学生去会比以前要轻松 或者是生活上来讲会更加的适应 为什么 因为毕竟都比较进步了 大城市 尤其大城市都比较进步 第二个 我觉得吃很关键一点 以前我知道台湾很多留学生去都要带泡面 因为不方便 没有什么餐厅 除了自己这套大餐厅之外 买不到什么 现在很简单 外卖 然后手机一接叫 直接就一大堆外卖就来了 所以现在我后来了解很多 那个台湾的在那边留学生 比我们还会点菜 就是直接手机 杨大哥我告诉你怎么点 然后怎么样 我说我请你去馆子吃 不用了 直接点很快 什么餐厅就马上就送餐就来 就是说台湾学生在那边融合其实是很快的 因为毕竟年轻 然后第二个他跟同学打在一起的时候 他很快就融合那种样的生活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事 过去我想有不同的问题 现在去台湾去的学生 普遍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大概的普遍的 那肯定就是为了将来的工作 为了工作 对 为了工作就业 他们能得到他们将来的这个 对 因为会想去的 多半都是可能家里面也 要不就是有家长在那边 已经在那边工作 要不就是家长可能认为 新的那个地方 可以让他们去看一看 不一定是国外 因为有的他们可能觉得去国外 也就这个样子了 所以他们想去大陆看看 让他们自己的小孩尝试一下 但我觉得很关键一点 最重要还是就业 很多人就是最早去 我觉得很多 刚开始好像都学中医 我记得十几二十年前 那时候最早的台湾学生去 都是学中医 因为觉得大陆的这个中医 还是比较好 所以去学这个 然后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是 更多元了 包含像新闻 包含新媒体 包含像什么都有了 就比较细的这些科系都有 我觉得也因为这样 所以他们现在看台湾学生 可能慢慢也没有那么稀奇了 也不会那么的 像以前就像刚刚讲的 他可能有个保障名额 或者说你台湾学生嘛 所以不管怎么样 你再烂 我都一定让你pass过去 现在不会 现在就是一模一样 所以就像刚刚顿斯老师讲了 儿子去那边一定也很累 因为你跟着他们一起竞争 他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了 所以现在就说 现在台湾的小孩要去大陆念书 其实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就是说 哎呀优惠啊怎么样 其实你可能要拿出在台湾 更多的你的那些努力才可以